来做以下的学习 好 我们来看到 广论 好那看到广论 的第三百三十六页 那我们从这个课判 始终分六 修习止观之胜利 二显示 始二色已写定 三止观自信 四理需双修 五次的决定 六个别学法 那我们上次两堂课 已经讲到了 止观自信的部分 算是已经讲完了 那大概得做一下复习 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 第一颗 修习止观的胜利 这里面主要所讲到内涵 就是说 所有大小乘的 事出事件 一切功德呢 它都是 止观的一个 修习止观之国 那这个止观 它所指的是 止住修 以及观察修 这两者 凡是所有一切功德 要能够升起 无非依赖着止住修 或者依赖着观察修 才能够升起 所以说大小乘的 还有事出事件 一切功德 都是仰赖 此二者 才能够升起 所以这两者的修习 对我们任何人而言 想要升起功德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也就是说 在世间的行业来讲 那其实这个专注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个是大概 第一科 修习止观胜利里面 所讲到的内容 那第二科 显示此二色计写定 那我们在经典当中呢 有看到 比如说波罗金 讲到说 很多很多的三摩地 那这些三摩地呢 其实如果说 我们要一个一个 去把它升起 是没有这么容易的 要去寻求它 也没有这么容易的 那如果说 我们能够 把这个重点的放在 去学习 止住修 观察修 这样的一个内涵的话呢 其实这二 这止观 这二者就能够 涉及一切的定 所以说 不用去寻求 所有的三摩地 都能够在我们心中升起 其实我们只要 在心中升起止观 那就等于说 可以修行 这些道理 第三颗 止观的自信 那止观的自信呢 讲到了是 这个 圣摩他的自信 以及皮婆舍纳的自信 那所谓的 圣摩他的自信呢 他主要所指的就是 这个 能够圆在一个 所缘境上 然后令我们的心呢 远离沉调 那之后 隐身清安的 这样的一个三摩地呢 就是圣摩他 那 这个 皮婆舍纳呢 主要所指的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 圣摩他的基础之上 已经有 隐身清安的一个基础上呢 然后去做观察 不管是对 尽所有性观察也好 对如所有性的内涵 去观察也好 那 在这个字上去观察 而隐身 在这样的一种智慧呢 就是 圣观 就是皮婆舍纳的自信 那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 这个 指跟观的一个自信 说明得很清楚了 就是 不是说 我们安住在一个 所缘境上 这种情况呢 就叫做智 就叫做 生摩他 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 安住在一个 所缘境上 能够 远离沉调 那在这个之上 还能够隐身 身心清安 的这样一种 三摩地呢 才能够算是极止 才能够算 真正的生摩他 那 如果只是专注在 一个所缘境上 虽然说 这个明分 很清晰 只是将我们的心 安住在这个上面的话呢 仅仅只能算是 一个生摩他的水顺 也算是 直触修的一个部分 但是不能算是 真正的身体机制 必须要 隐身清安的这种情况 才能够算是极止 那 皮婆舍纳 必须在这样的一个 基础上呢 去做观察 观察之后 透过这样的一个力量 再度 引身清安 这种情况呢 才能够 叫做 圣观 并不是说 我们去做观察 就叫做 圣观 必须要有 极止的基础 在这个之上呢 才有更 超圣的一种 观察力 然后去 引身清安的 智慧呢 才能够 算作 圣观 所谓的 圣观 圣就是指说 超圣 超圣在 极止的基础之上 有更超圣的观察 那这个叫做 圣观 那 上次在 339页 这个地方 有一些部分 可能 比较难以理解 比如说 339页的 第四行 这个地方 有讲到 金庄言论 就是尼勒博撒 所造的 金庄言论 他说 因之出法 名 总及为止道 因之妙 观道 思则出法 意 那其实 这一段的 内涵 他要表达的意思说 圣摩他的 所缘近 他并不是 并不是叫你要 原着一切法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上面 应该说 了解一切诸法以后呢 将这一切诸法 设计为 一个名称 然后将我们心 安住在这个 单一的名称上 而不是原在 各个的法类之上 如果原在各个法类之上 心容易散乱 无法专注 无法安住 所以呢 即使我们了知说 一切有违法 都是无常 了知这个道理以后 并不是将我们心 原在一切有违法之上 这种情况下 你心很难安住 你必须要将 这些内涵呢 把它设计起来 设计为一个名称 就是总结一个内涵 叫做无常 那这个无常呢 我们就在这个无常 这个名称之上 去助心 然后去 应该说 去安住我们的心 远离成调 这种情况下 才是 圣摩塔所要 表达的一个 内涵 那 匹婆舍纳呢 就是在这个字上 去做观察 那观察有 不管是对静所有星 鲁索的星 还有各种 粗细的一些差别 那这个 在这个字上 隐身清安 就是匹婆舍纳 所以这个 在339页 这个地方 主要所指的 内涵就是如此 那再来 看到340页 这个地方 这边有讲到 一些过去的 一些学者们 他对于 直观的一个差别 认知 那有人认为说呢 所谓的直 就是对于 净所有性 所谓的净所有性 所指的就是 不是空性以外的 一切法 一些存在的东西 都叫做净所有性 那如所有性呢 就是空性 叫做如所有性 所以有人就认为说 所谓的直呢 所谓的极直 他指的就是 对于空性以外的法 就是净所有性 的这个法 助心 这种情况 叫做 指 而观 就是对于 如所有性 如所有性 去观察 这个叫做观 那其实这个 这个讲法呢 是不正确的 因为呢 可以看到 340页 这个地方 第四行 他这边 很清楚的讲到说 是故 指观 非就 所缘 静相 而分 既有 通达空性 之指 亦有 不达空 其实 所谓的 指观 并不是 从 所缘 静上 来去 做 分别的 因为 就 所缘 静上 而言呢 有通达 空性 的 极 指 也有没有 正空性 的 圣观 所以呢 如果说 要从 所缘 所谓的 近所缘 如所缘 来分 指 跟观 的一个差别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呢 有没有 正 有正德 空性 的 指 也有没有 正德 空性 的观 所以说 如果说 要从 所缘 近上 来分 那这样 就是不合理的 那 再来 后面呢 有人又觉得说 所谓的 指跟观的差别 它是从一个 有无明了力 来做分别 有明了力的是观 无明了力的是指 那这个讲法 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 只要是指 它必须要升起 明了力 就是说 它对于它的所缘 近呢 它除了明了 有明分以外 这个明分之上 还必须要有一个 具力的一个明分 所以说 这个明了力 它是在 极止之上 必须要 应该说 要升起极止之前 它一定要 这个明了力 这个明了力 必须要 透过远离 沉 跟掉 以后 明了力 主要是来自于 沉 远离沉了以后呢 它就 不会有 它就可以 产生这样的明了力 所以只要 升起极止 一定会有明了力 所以说 不能从 有无明了力 来做 作为这个 指观的一个分判 这也是不合理的 那另外呢 过去有些人 认为说 有这个 明了无分别 三模地 就是所谓的 正空性的定跟会呢 它是怎么分别呢 假如说 升起了一个 明了无分别 三模地 就叫做正空性的会 那没有这个 明了无分别 三模地 就是智 那这个讲法 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就如同 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明热无分别 它在极止 在升起极止的时候 它就能够 升起明热无分别 的三模地 因为所谓明 跟明热无分别 三模地 所指的就是 它的所缘性 必须要清晰 要明晰 有力量 那这个叫做明 热呢 就是在这个之上 引生 身心的清安 就会产生安乐 因为透过色性以后 会产生堪能的风 那这个堪能风 所谓的堪能风 是什么呢 就是堪能的意思 就是说 它能够随其所欲的 去运作它 这叫做堪能 当我们的身 感到非常的沉重 感到非常的昏昧的时候 这叫做新的不堪能 或者说生的不堪能 那如果说 当我们觉得很轻松 很自在 很轻盈 你想要做什么 都能够去做的时候 这叫做堪能 所以当我们色性以后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堪能风 就是你的心 想要安住于 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上 你就能够如其所欲的去安住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叫做堪能 那只要透过我们 休息禅地 在还没有生起真正的极止之前 就可以生起这样的一个堪能风 这个堪能风 就会隐身我们身心的 清安 这种安乐 所以说 这个都是在还没有真正生起极止之前 就能够发生的一个状态 所以 只要 只要生起极止 他都必须会生起 明乐无分别的三摩地 所以说 你要说 明乐无分别的三摩地 是 官 没有生起明乐无分别的三摩地 是止 这点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只要是极止 他一定会生起明乐无分别的三摩地 所以 这个地方 钟大师就是 对于过去的一些 西藏的论师们 做出的一些看法 那 在此做了破斥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 止观自信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入 第四科 就是 理因双修的部分 理须双修 那 这个 科班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部分 那第四个 理须双修 所谓理须双修就是说 止跟官 这两者都应该要修习 不应该单修止 也不应该单修官 这两者应该要 合并一起修 应该说 要两个都要修 看到 341页 第四行这个地方 第四理须双修 修止观 一种 合非完族 必双修也 达 辟如夜间 未观壁画 何然灯竹 若灯明亮 无风扰动 乃能明见诸相 若灯不明 或人虽明 而有风动 事则不能明见诸色 好 那这边用一个批语 来讲 有人 首先呢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说 修止观一种 合非完族 我们只要单修止 或单修观 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 双修呢 为什么止跟观 都要一起修呢 那这个地方 大师回到 回答到说呢 譬如说 我们在晚上 假如说 来到一个非常 黑暗的地方 虽然说这个房室里面呢 它很多壁画 如果说很黑暗 我们是完全看不到 任何东西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 点燃一盏灯 或者说点燃蜡烛 来看 那这时候 如果说 这个蜡烛点燃以后 那室内 它的风很大的情况下 譬如说 窗户没有关 风很大的情况下呢 那这个灯竹 它的火会一直晃动 那这种情况下 你是看不清楚 壁画上的东西 虽然说看得到 但是会看不清楚 所以说 若灯明亮 无风扰动 乃能明见助想 所以我们想要看清楚 要看到 必须要有灯 想要看清楚 必须要无风扰动 这种情况下 才能够明见助想 若灯不明 假如说 这个蜡烛 灯太小 太微弱 那我们是看不到的 看不清楚的 或灯虽明 而有风动 或者说呢 它的灯 虽然非常的明亮 但是被风吹动 事则不能明见助舍 这种情况下 一样是看不清楚 这个壁画上的 这种种的画像 如是 未观 甚深意故 亦须定解 争议 无岛 妙会 即心 亦须所缘 如欲安住 而无扰动 乃能明见真实 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为了观察 圣生的意理 圣生的意理 也包含了 私地的内涵 包含了空性的内涵 无我的种种内涵 那这些圣生意 就好比像壁画一样 我们想要看清楚 这个壁画 我们想要看清楚 圣生的空性内涵 意须定解 真意 必须要有一个 能够生起定解 定解这些真实的内涵 就是真如 这种空性的内涵 这种无岛 无颠倒的 出生的智慧 即心于所缘 如欲安住 而无扰动 而且这个心呢 必须对于所缘 尽上的如欲安住 没有被散乱分别 成调所扰动 乃能明见真实 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 很清楚的看到 真实的意理 就是诸法的真实意 空性的道理 若仅具有 心不散乱 无分别定 然无通达 实行妙会 至离能见 实性之眼 于三母帝 任何熏修 然中不能正真实性 如果说呢 我们仅仅只有 具有心不散乱 这样一种 无分别定 但是没有通达 实性的妙会的话呢 是离能见实性之眼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 正的无我的智慧 正的空性的智慧 那就等于说 我们是离开了 能够见到实性的眼睛 是于三母帝 任何熏修 然中不能正真实性 这样这种情况下 即使我们在三母帝上 花了长时间的去 熏修 去修持他 终究不能正悟 无我正无实性 若虽有见能悟 无我真实性 若无镇定 令心专一 兼顾安住 则无自在 为分别风之所动摇 亦定不能明见实义 事故双须 直观 二品 即使说 我们有能够正悟实性 正无无我实性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 假如说我们没有 定力作为辅助 我们没有镇定 使我们的心 能够坚固的 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 责物自在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心 没办法为我们所自在 它被什么所自在呢 为分别风之所动摇 那分别风包含了 尘以及调 那为这些尘调的 分别风所动摇 那这种情况下 也不可能明见实义 虽然说能够正得实义 能够了知实义 但是这种了知 它是没办法很清晰 很明晰的去了解的 事故双须 直观二品 所以说 为什么说一定要 直观二品都应该要 双修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如修赐中篇云 那莲花界论师 所造的修赐中篇 讲到说 为观离止 如风中逐 于且私心 于境散乱 不能监住 不生明了智慧 光明 故当双修 那同样的 修赐中篇 也是这么说到的 如果说我们 我们唯有观察 实性的智慧 但是这样的一个 观察实性的智慧 它是离开极止 那这种情况 就好比像 风中逐一般 于且私 心于境散乱 不能监住 即使这样的一个 正空性的于且私 他的心 由于境散乱的缘故 他无法监住 无法安住 在一个境界上 这样的情况 就不生明了智慧光明 他不可能说 很清晰的任务 实性的内涵 故当双修 所以说此观二品 我们都应该要去修持他 大波涅槃金云 声闻不见如来种姓 以定力强固 贵力列固 菩萨虽见 而不明显 贵力强固 定力列固 唯有如来 骗见一切 止观等固 由止力固 如风主 诸分别风 不动心固 由观力固 涌断一切 诸二见亡 不为踏破 那大波涅槃金 他讲到说呢 声闻不见如来种姓 那这个所谓的声闻不见如来种姓 所指的这个如来种姓呢 在四家合图里面 他把它做了一个 广大真如姓 所谓广大真如姓 就是说空性的内涵 那如果说以 应成派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声闻独觉 他们一样是有证悟空性的 但他们证悟空性的方式 他并不是用一种 很广大的思路的角度 用各种理路去证悟空性 而只是对一个总项的空性 去做了解而已 所以他没办法证悟广大的真如姓 那原因什么呢 以定力强固 那四家合图这边所讲的 应该说声闻呢 他们主要呢 是安住在禅令当中 他们并没有以广大的智慧 去对于实性内涯去做分析 去做抉择 所以他的重点着重在 这个 断除烦恼的这样一个定当中 他并没有很广大的思路 去辨别 去分析 去广学 这一些内涵 所以以定力强固 惠力裂固 而这边的惠力所指的就是 在四家合图当中补充到说 以无边异品正理之门 观察之惠力 他的惠力为裂 并不是说他没有正空性的智慧 而是说 他没办法以无边异品 就是用各种各式各样的礼物 然后去做观察 这样的一种智慧呢 他们是比较为例的 他不像菩萨 或者说诸佛的智慧一般 他能够在每一个法类之上 去证悟每一法之上的空性 那声闻他们虽然有证悟空性 他是一个总的角度来证悟空性 他并不是在 每一个法类之上去证悟 所以他的惠力相较之下 就比较为劣 惠力劣故 无有故 他们这个释迦和书说 惠力劣无有故 他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没有能够在于每一个诸法之上 以各种礼物去证悟空性 的这样的一个智慧 观戴于比呢 释迦和诸这边一样补充到说 观戴于声闻而言呢 菩萨虽见 这个释迦和诸一样补充 菩萨虽然见到了广大的真如性 然常识根本定 与厚德之需交替 不见顾 而不明显 他这边 大波涅槃经讲到说 菩萨虽见 而不明显 菩萨他们虽然说 能够用各种礼物 在每万事万法之上 去证悟诸法的实性 但是呢 而不明显所指的就是说 他没办法将这个根本定 以及厚德制呢 作为同一体性的状态下去了解 所以称之为不明显或不见顾 这边所讲到的根本定 以及厚德制 根本定所指的就是 宪政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定 称之为根本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线 我们如果说想要 根本的去断除烦恼 比如说我们想要断除烦恼种 我们平常 平常如果是休息禅定 即使升起了即止 他只能压服初分的烦恼 那这种压服方式就是说 让这样的一个初分的烦恼 他不会现行 会让我们觉得 我们身心感到非常的激进 然而这种情况下 他并没办法去断除烦恼的种 那烦恼种就是我之 他没办法对付 对断除我之 而断除我之的办法 唯有证悟空性 那证悟空性呢 他又有分 用比量的方式 就是用推理的方式 用分别性的方式 去证悟空性 那进而呢 在证悟空性以后 升起证悟空性的志 然后再去不断的 在这样的一个指之上 极指之上 去做对无我的法义观察 那这样的一个观察以后 就能够升起 证悟空性的直观双运 那当我们升起 证悟空性的直观双运 如果说以大乘道而言 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进入了嘉行道 那在这个之前 譬如说以自量道的菩萨而言 他们有些利根的菩萨 他在还未入道之前 也就是说他还未升起 这个菩提心之前 他可以证悟空性 那这样的一个证悟空性 他是属于用比量的方式 用推理的方式去证得的 然后证得以后 他发了心 发了心以后 他就入了菩萨道 然后质量道他分了三品 下中上三品 那随着他的修行 修行的正量越来越高 他就会一直上升 从下品进入中品 进入中品以后的菩萨 他就不会退夺他的菩提心了 这是说他的内心的发行 叫做如金斑 如金玉发行 就是像金子一般 金子呢 他不管是放在任何的地方 他即使放在很污秽的 这个土地当中 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本质 他永远就是金子的本质 所以就如金玉般发行的意思就是说 当菩萨呢 他发起了这个行星以后 就是发行当中讲到了 怨心以及行星 那怨心就好比说 在经典里面常取的 譬喻就是一个商人呢 他还没有做生意之前 他在想说他要去做这个生意 那这个是这种情况的发行 就好比像怨心一般 他想要立一切友情 他发起这样的一个心 那行星呢 所指的就是好比说 这样的一个商人 他实际上去运作了 他开始做生意的 这样的一个 这时候的心呢 他指的是行星 那菩萨呢 他发了这个怨心以后呢 他实际上去行持六度 为六度直接所摄持的这样的一个 菩提心 他称之为行星 那当菩萨发起行星以后呢 他这样的一个发行 他叫做如金玉般发行 如金玉发行 发行有 有22种发行 那22种分别就是 随着菩萨他们的正量 来做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批语 来取这个发行的名字 那如金玉般发行 他就是在资粮道的中品位的时候呢 会生起这个如金玉般 如金玉发行 生起如金玉发行 他就不会退到小城 那这个菩萨 假如说他在 未录道之前 他就正无空性 或者说他录道以后 才来正得空性都可以 总而言之 他在录道以后呢 因为他学习是大乘道 他会 生见跟广行道 他都会修持 那以广行道 他会去行菩萨行 而生见的部分 他就会去正无空性 正无三种无我的内涵 或者说两种无我 人无我跟法无我 这两种内涵 那这时候 他虽然正无空性 他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生起一个正无空性的极致 也就是说正无空性的奢魔他 他可以在资粮到位的时候 生起这样的一个奢魔他 但是呢 什么时候才算是 他进入了家行道呢 他要进入家行道 他必须要生起 正无空性的直观双运 所以说 当这个菩萨呢 他透过不断的修持 生起了正无空性的极致以后 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去观修无我的内涵 那他就慢慢在这个之上 隐身的清安 他就生起了这个正无空性的直观双运 也就是正无空性的胜弯 这个是同时生起的 那当他生起了正无空性的直观双运 他就算是进入了 这个大乘的家行道 那这个时候呢 他正无空性 虽然正无空性 然而他正无空性的方式 都是用异量的方式震的 所以他内心陷起的空性的形象 他是以一个异共相的形象 来显现的 那这个异共相呢 他相对性 他有清晰以及不明晰两种 随着他的震量越来越高 他正无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 这个形象会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等到说 他已经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空性的内涵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现正空性 就好比说 我们能够用眼睛 看到外在的这些形色一般 他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这些景象的时候呢 他就是现正空性 当他现正空性的时候呢 他就算是进入了 这个菩萨的剑道 那唯有现正空性的智慧 能够根断 根本的断除这个烦恼的种 那当他进入剑道的时候呢 他所断的就是 骗迹的烦恼 所谓骗迹的烦恼 所指的就是 他不是 无始节来带来的一种 想法 而他是透过 各种中意的学习 透过各式各样的文师 所产生的一些概念 那这些概念呢 他不是 他不是轮回的根本 那他这些概念 他什么时候能够被断除 就是在 菩萨见到位的时候 他会断除这些 骗迹的想法 那这之后 他就不会 不会再受到这些 中意的缘故 而产生这些 骗迹的错误想法 那在 见到的时候 他就断除了 那之后 进入了修道 进入修道以后 他一样有 如果以菩萨来讲 他分了十地 十地当中 他的对峙品 就是烦恼 他有分 可以分九品 或者说 在菩萨道而言 他可以分为十一品 那 总而言之 这个九品或十一品 他可以总设为三品当中 也就是下中上三品 或者说初中系三品 那 进入了菩萨的 就是菩萨圣者 从初地 一直到十地 之间 他所要断除的 就是烦恼的初中系三品 那初中系 他分别又可以分为 初初 初中 然后初系 然后 中初 然后中中 中系 然后系初 系中 系系 这样九品这样分 那这样分 其实就是说 他所断虽然都是我值 但这个我值 他又有分 初系 那 初地的菩萨 他只能慢慢的去断除 初分的这个我值 那 只有说 一直不断的休息以后 他的 圣物空性的这个智慧 他越来越深邃 越来 能力越来越强大 他才能够 彻底的 断除 细分的我值 那这边讲到的就是 讲到根本定 以及后德制两种 那菩萨如何 在他这个道当中去断除 他内道所断的 这个 我值呢 就是他必须透过这样的一个根本定 而这根本定呢 就是说 他去限制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定 限制空性的智慧 他会进入限制空性的直观双运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可以成为我值的一个正对值 而这个菩萨他在限制空性的时候呢 他当他进入这样的一个直观双运状态时 他所显现的唯有空性的状态 他所显现的唯有圣意 圣意的法类 他不会实现起 世俗的法类 所以他没有任何世俗的显现 当他从这个定当中出来以后呢 他才会有这些世俗的显现 所以菩萨他只要 进入这种正无空性的直观双运时 他的对境唯有空性的内涵 并没有任何世俗的法 所以他在这种定当中 他是看不到世俗的任何法类 所谓世俗任何法类 就是非空性以外的一切法 譬如说以瓶子而已 瓶子也好 或者说经典也好 这些在他的 这个直观双运的定当中 他是完全不会显现 这种世俗的外向 他唯有在他 在他心中唯有陷起空性的内涵 所以菩萨呢 他的这种 菩萨没办法在根本定当中 去了知圣意地 以及世俗恶地的内涵 这个原因是因为 菩萨还没有彻底的断除 对于恶地的这种 体性相应的执着 那这种 认为恶地 体性相应的执着 他是一个细分的 细分的执着 就是所知障 他唯有在佛位的时候呢 才能够 彻底的断除这种 错误的执着 所以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错误的执着的缘故 当他在这样的一个 根本定当中 他不能显现世俗法 他只能显现圣意法 然后从这样的一个 圣意状态 就是这种根本定状态 出来叫做获得位 这样获得位的时候 他会显现诸法 但是因为他 在根本定当中的时候 他对于空性的内涵 不断地去串修的缘故 所以他即使从这样 一个定状态出来 他虽然见到一切名言诸法 他仍然会认为 一切诸法如幻如画 因为他在根本定的 智慧当中 他是见不到任何世俗法 因为他透过去 休息空性以后 他会在圣意的角度 他是看不到任何一法的存在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出来以后 他对于一切诸法 虽然说可以看到一切诸法 但是在他认知当中 一切诸法是不存在的 他不存在是从圣意的角度 说他不存在 那因为圣意的角度说 他不存在 这样的一种概念 是非常坚固的 因为他在根本定的 只观双运当中 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即使他从这样一个定出来 他还会认为说 他的显现虽然是看见一些诸法 但是他的 他实际上了解呢 是诸法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显现 跟他实际的认知 这两者是有差异的 所以他虽然说显现世俗万法 但是他仍然会觉得说 这些诸法就有如虚幻一般 所以是如幻如画 那这边主要讲到的就是说 所谓的根本定跟厚德制 根本定就是 现正空心的这样的一个 智慧的这种定 叫做根本定 那这样的根本定是能够 正对 正对这个我值 或者说正对 应该是 所迫的一个正对制 就是烦恼总的一个正对制 那从这样的一个定状态当中出来 从这个定当中出来 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做厚德位 那菩萨呢 他们虽然能够正无空性 正无广大的正无性 他能够以各种异品之门 正理之门去做观察空性的内涵 但是呢 他因为没办法 还没有彻底的断除 认为二帝是有相异的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执着 所以他的根本定 跟后德制 他仍然必须要交替 所谓交替就是说 他没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定当中 同时正无生意地 也同时正无世俗地 他是没办法做到 唯有佛多才能够做到 所以说他想要了解世俗地 他必须要从根本定当中出来 他如果想要限制实性 限制空性 他必须要进入这样一个根本定 就是说应该说 他想要成为烦恼的正对制 升起断除烦恼的正对制 这样的一个根本定 他又必须要进入这样的一个 在所谓的无间道当中 才能够断除所断 所以他这两者必须要交替的 从出地开始 他进入了根本定 然后再从这个定当中出来 然后再进入二地的根本定 再从这个定当中出来 变后德制 那依序的一直到十地之间 他都这两者 他都必须要交替的 去了解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叫做 而不明显 他没办法同时 证悟二地的内涵 圣一地以及世俗地的内涵 所以说而不明显 或者在释迦和处里面讲说 叫做不见故 就是他没办法同时证悟 二地的内涵 所以叫做不见而不明显 惠力强固 那他的惠力之所以强 他是关带于 而这个声文而言 他是以无边异品正理之门 去做观察 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 是非常强大的 惠力施则强固 关带于笔 就是这个释迦和处里面补充到说 关带于笔 关带于声文而言 那菩萨他们的定力 就相较 相较于声文而言 他就是比较围劣的 那这样的一个 定力围劣 其实 他所谓的劣并不是说 菩萨的定是输于声文的 其实菩萨的定是绝对不输过声文的 他们是比声文更加超胜的 那他这个定力列所指的意思 应该说 他不会单着这样的一个定的意思 他虽然可以升起这些定 但是他不会因为单着于定乐当中 然后就不愿意从这个定当中出来 这个劣并不是说他比声文他们还糟糕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这边释迦和处里面补充到说 菩萨以无边异品正理之门 思得空性 虽无过失 然一切根本定之后 仍需出定 故此结果 乃根本定于后德 不能成同一体性 那这边的定力列 释迦和处补充到说 菩萨呢 他们虽然是以无边的异品 异品正理之门 思得空性 这个是没有过失 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一切根本定之后 然需出定 但是他们在 正悟空性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定之后 他们还是要出定 去行立生的事业 所以故此结果 乃根本定于后德 不能成同一体性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 导致说 他的根本定于后德 他不是同一个体性 只有佛陀 他能够在根本定的状态下 又去行 这种 厚得的任何的事业 去利益众生 显现世俗证得万事万法 这个只有佛陀 能够在同一个状态当中 去完成这两件事情 而菩萨他们还没有达到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就叫做定力裂固了 唯有如来 骗见一切 至关等固 那唯有佛陀呢 能够在根本定 以及后德制 转为同一体性 只有佛陀能够达到说 他的根本定 以及后德制 是同一体性的 那所谓同一体性 就是说 他能够安住在这个 现正空性的 根本定状态 又去行所有的世俗一切事业 就后德制 后德为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 所以他可以任运的 与这两种状态 去做佛陀的一切事业 这个只有佛陀能够达到 这原因是因为 他的止观等固 因为他的止的力量 以及观的力量 他是相应的缘故 他是平等的缘故 他已经达到究竟了 由止利固 如风 如无风足 诸分别风 不动心固 由观利固 涌断一切 诸二见亡 不为他破 那这边 他讲到的就是 透过止的力量 他就能够像 在无风足一般 他没有被风所吹动的 这个蜡烛一般 诸分别风 不动心固 那这个止 只要有我们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止 我们就不会为 陈调的这些分别风所动摇 透过观的力量 由观利固 涌断一切 诸二见亡 如果说我们想要断除 一切的我之 烦恼障 所知障 一切二见 他必须要透过观的力量 透过 圣观 正无空性的智慧 正的无我的智慧 才能够彻底的断除 不为他破 不为他破指的就是说 他不会被人所间断的 就是 如果说他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圣观 他能够升起一个正的无我的圣观 这样的圣观力量就能够去断除我之 中间不会被其他的因缘所间断的 好 这是大波尼盘经所讲到的内容 那同样的月灯经云 有止力无动 有止力无动 由观固如山 心无散乱 安处所源 事修止迹 事修止迹 正无我义 断我剑等 一切恶剑 敌不能动 犹如山王 事修观机 故与此恶因之差别 好 看到月灯经这边讲到 有止力无动 有止力无动 这边释迦合著 补充到说 有止力 与所源无动 与所源无动 由观固 那由观固如山 由观固 释迦合著说 别别观则固 于后的时 隐身定解 不身于颠倒心固 那这边讲到的 这个 官 就是圣观 那这个是 譬如说呢 他刚才我们讲到的 圣物空性 限制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圣观 限制空性的直观双欲 他由于这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根本定当中 去对空性了知 去观察 所以这样的一个力量 非常的强大 在于后得时 能够隐身定解 他在后得位的时候呢 上面的这个序流 在根本定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序流 仍然会牵引下来 然后隐身强力的定解 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会 不身于颠倒心固 他就不会升起 而诸法是有 地实的这种想法 虽然说 他显现上诸法 好像有如地实 然而他心中很清楚了解说 其实这是显现上是如此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那为什么证悟了 限制空性以后呢 他在后得位之时 依然会显现诸法 有地实的形象 这是因为他的习气的缘故 因为无始节来 我们始终篡习的 就是诸法是有地实的 是真实存在在外境上 那透过了限制空性以后 限制无我的内涵以后 我们会了知说 其实这些内涵 这些我们认为是石油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错误的执着 而显现的 所以说 当他限制空性以后 他从这样一个定状态当中出来 虽然说显现上 因为习气的缘故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显现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说 这些东西是他的习气所显现 并不是真实这般存在 所以这种情况呢 他的 他在对于无我的认知呢 他就是 就会变得非常坚固 有如山王一般 不会动摇 心无散乱 安住所缘 是修止机 那 在这个 怎么样能够 令我们心完全不动摇 他是 依赖的这个 极止的力量 所以说 能够使我们的心 不散乱 安住在所缘 尽上呢 这个是 修止的一个 成果 这个 积 积的意思 这边的积的意思 就是指成果的意思 他是透过修止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 正无我义 断无我见等一切 恶见呢 敌不能动 犹如山王 是修关机 那 我们在这个字上 能够去正得无我的内涵 然后 透过正得无我 去断除 我执 等等一切恶见 那敌不能动 不能为烦恼敌所动 不能为我执所动 犹如像 伤亡一般 坚固 这个力量 他是来自于 透过 圣关 所产生的一个成果 这个关机 也就是修关的一个成果 故于此二 因之差别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指跟关 它的差别 我们要令心不动 必须要修止 我们要断除 我见 他必须要修关 这两者的差别 应该要分清楚 又于未曾 射莫他前 虽以官会 官无我意 心急动摇 如风中竹 无我影像 且不明显 若成之后 而上观察 即已灭除 其动过失 方能明了 无我影像 这边说到了 在我们没有 承办 极止之前 在没有承办 圣母他之前 虽然说 以观察会 去观察 无我的内涵 但是 因为没有 极止的基础 这样去做观察 我们心 是会 很容易 因为散乱的缘故 因为成的缘故 很容易动摇的 就好比像 风中竹一般 虽然说有光 有灯除的光火 但是因为 风太大缘故 依然是看不清楚 所以 这种情况下 无我影像 且不明显 虽然说 了知了无我 正得了无我 在我们心里面 会陷起一个 无我的形象 但这个形象 是不明显的 是会动摇的 若成之后 而上观察 则已灭除 其动过失 所以说 这个情况 我们必须要 承办止 在 正乌空性 虽然说 在没有升起 即止之前 是可以正乌空性的 但这个正乌空性的 力量 是微薄的 它是容易动摇的 所以 如果说 我们能够 再有即止的基础 再去正乌空性的话 它就能够 灭除 这种 急动的故事 这种 很容易 散动的一个 过失 这时 方能明了 无我影像 在即止的基础之上 去升起圣观 去正的无我 才能够 升起一个明了的 无我的影像 故 彼婆扯纳 不散动心 是从 无分别 生魔他身 通达实意 非从 只身 所以这边很清楚的 讲到说 我们要 我们升起 圣观以后 圣观当中的 不散动心 就是不会散乱 这个心 它是依赖着 不分别的 生魔他 依赖着这个 极止 而产生的 那通达实性 我们正乌空性 并不是 从这个 极止而生 正乌空性 它没有 即使我们没有 没有生起 极止 没有生起 生魔他 一样可以 正乌空性 但是 这个正乌空性 是容易动摇的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 有止作为协助 但是这两者之中呢 我们要分清楚的就是 不动摇的力量 是来自于止 而正乌实性的力量 是来自于观 所以 通达实性 并不是依赖 止 才能够产生的 这点要清楚 譬如 灯能照射 是从 前灯火而生 那这边讲的 是从前念灯火而生 这个念 应该是多出来的字 在藏文当中 没有这个念这个字 所以我这边触解说 它是一个多余的字 是从前灯火而生 非从 遮风 藏漫 等起 就好比像说 灯 它虽然能够照亮 形色 而这个灯 它之所以能够照亮 是从 它的相续 它之前的这个灯 相续而来 产生的 非从 遮风 藏漫 等起 这个灯 要能够照明 不是来自于 周边的一些藏漫 把风挡住以后 才能够 点燃 这盏灯 而灯固不动 则从 慢生 如果说 我们要使这盏灯 不会被风 所动摇 我们必须要一些 遮蔽物 它就必须要 依赖这些藏漫 挡住这些风 才能够使这个灯 兼顾不动摇 这两者的作用 要分清楚 观好比像灯 那 纸好比像这些 遮风的藏漫 若心 无要 尘 不平等相 住生魔他定 自以光慧能证 真实 如果说 我们心 没有 存 以及调 种种的 不平等相 能够安住在 生魔他定当中 也就是 住于 即止当中 在这个基础之上 能够以光慧 去了知 实性 了知 证物真实 证物空性 自以光慧能证 真实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定制上 能够以光慧 具明显的证物 实性 故正圣法经 秘书说云 所以在正圣法经 才会这么讲 才会 这样讲到说 由心注定 乃能如实 了知 真实 他这边 讲到说 我们申起了定 正法经 这样讲 我们申起了 这样的一个禅定 才能够如实 了知 真实 他的意思呢 其实是说 我们 如果说 有这样的一个 极止的基础 再去证物实性的话 这样的一个实性 才能够明显的 或者说很清晰的 去了知 而且是不会动摇的 并不是指说 一定要升起止 才能够去证物空性 在还没有升起止之前 是可以证物空性的 那 这个证物空性 他是比较微弱的 他的形象是不明晰的 有止了以后 再去证物空性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差很多的 这两者 要把它分开 修赐出篇云 心动如水 无止为一 不能安住 非等隐心 不能如实了知真意 故事尊说 由心注定 乃能如实了知真实 那修赐出篇 也一样是 年花记的论识所造 他说到 心动如水 无止为一 我们的心 就好比像水一般 他刹那刹那 一直都在变动 他没办法安住 所以说 如果说没有 极止的力量 作为一个心的所一 不能安住 非等隐心 那这个 不能安住非等隐心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翻 会比较合适 无助顾 以无等住心 因为没有止 作为一个所一 所以他没办法安住 没有办法安住的缘故 所以就没办法升起 等住心 这个等住心的意思就是 指这个定 等隐 等住 还有定 还有奢摩他 它都是指 同一个东西 三摩地 都是指 同一个东西 因为没有止 就没办法升起 没办法使我们心 安住 没办法安住的缘故 所以没办法升起 奢摩他 不能如实 了知真意 所以呢 没有办法 没有在奢摩他的基础上 我们就没办法很明晰的 去了知真意 顾世尊说 由心注定 乃能如实 了知真实 所以 佛陀才会说 我们心 能够住 住于禅定之中 才能够去 如实 真实 很清晰的 去了知 空性的内涵 那这个顾世尊所讲的 就是 正法经 是这样讲的 那 修持中篇 对于正法经的 这段内容呢 做了这个解释 那这个 释迦合图 补充到说 如以水除垢等行为 须赖 沉水 庆明般 依极之以 以会观 观则 能知真实意 仅是此意 非止以 圣观 真实之分 为心等出之作用 仅心注 意不能正比 那这个释迦合图里面 再做了一个补充 说出其实 其实呢 经典的意思 或者说 修持中篇 修持初篇 这一段的意思呢 它是讲说 好比像说呢 假如说 我们要用水 去洗净一个东西 要用水去洗净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能够沉水的一个器皿 那 我们要升起圣观 我们要用圣观去 净除 我值 等足够 它必须要依赖 在一个极止的器皿 所以 一了极之以 以会观则能知 真实义 仅是此义 在经典里面讲到的 由心注力 乃能如实了之真实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 升起一个圣观 它必须要有 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它的意思 只不过是如此而已 并不是指说 非指 以圣观 正真实之分 是为心等数 之作用 并不是指说 我们 正物空性的那一分 用圣观去了知 空性的那一分呢 是 等住心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指 正物空性那一分是 生魔他的作用 并不是指的作用 仅心注 亦不能正比 如果说我们单纯的 只是注心而已 或者说仅仅升起 生魔他而已 他也没办法去 正物真实的 所以就 以圣观正物真实 或者说 正物空性那一分 正物空性那一分 它是圣观的力量 它是观的力量 那 能够使这个观 坚固 它是指的力量 所以 指跟观 它的别别作用 应该要把它区分出来 好 那下一段 又成就 生魔他已 非仅能遮 正观 无我性会 正观无我性 正观无我性会 动摇过时 即修无常 夜果 生死过患 慈悲菩提心等 凡此一切 修观会时 与所缘尽 散乱过时 一阶能 一阶能浅 他说 其实生魔他 并不是只有 这样的一个作用 假如说 我们承办了生魔他 他非仅 能够遮除说 我们 以这个正观会 正观无我的这种 性会动摇过时 他能够遮除的过时 不仅仅是 我们在正物空性时 会动摇的这些过时 他还能够在于 其他的法类上 我们任何的 我们修习任何一个法类上 所有的动摇过时 他都能够遮除 包含了说 即修无常 夜果 生死过患 就是轮回过患 慈悲心 菩提心等等 凡此一切 修观会时 这一切都算是观察修 就是 我们在三世道当中 从一开始 医师 然后 瑕满 无常 归一夜果 三恶去苦 等等 中世道 轮回苦 上世道的慈悲心 菩提心 所有的 这个 除了 奢摩他 以外的一些法类 他都可以算是观察修 所以凡此一切 修观会时 这一切的 法类 他在观察 用观察修的时候 于所言 尽散乱过时 我们在观察时 心会散乱 心持愚处 这一切散乱的过时 都能够透过 奢摩他的力量 去达到 遮浅的效果 一皆能浅 各于所缘 无善乱故 所修众善 皆有大力 为得指前 多事善心 故所修善 皆惜为力 那这边说到说 如果说 我们能够 升起圣摩他 能够升起 这样的一个极致 他能够 让我们在 我们想要 圆到的 这样的一个 所缘境上 使他不散乱 使我们心不散乱 这时候 我们心如果不散乱 所修众善 皆有大力 我们要 任何的修法 行任何的善行 它会变得 非常的有力 为得指前 多是善心 假如说 我们没有升起 极致之前呢 大部分我们的心 都是非常非常散乱的 所以 故所修善 息皆为力 所以 我们做任何的善行 包括说 诵经也好 修法也好 帮人家注念也好 这些所做的一切善呢 它力量都是非常为烈的 如 陆行论云 所以陆行论里面 讲到说呢 诸人心散乱 助烦恼始终 那这个释迦和注 补充到说 诸人心散乱的 这个心 指的是说 应该说 这个陈调 包含了 陈 这个散乱 包含了陈跟调 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 要么就处于 陈的状态 要么就处于 调的状态 那就是 随着这些烦恼而转 所以助烦恼始终 助烦恼始 这个烦恼指的 就好比像 恶毒猛兽一般 那我们就安住在这个 烦恼的 这个猛兽 此当中 又云 虽经常识修 念诵苦行等 心散乱所作 佛说无异地 那同样的陆行论 又讲到说 我们虽然经了很长的时间去修行 我们不管是做念诵 做种种的苦行 那念诵这边 释迦和主补充到说 譬如说我们念 持咒 闭关 然后念诵 什么咒 几十万遍 几百万遍 这样子念 那苦行包含了 灾戒 断食 这些苦行 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散乱所作 如果说我们心怀散乱 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即使花了很长时间的时间去修习它 佛说 佛说无异地 那释迦和主补充到说 佛说 比丘等 与所欲心 与所欲心散乱 是苦行 及念诵的 终将无果 不能产生所欲果 故说无异地 所以佛陀很清楚 告诫这些比丘 如果说我们对于一个我们所求 想要得到的一个东西 我们以怀着散乱的状态 我们心怀散乱 这样的一个状态 即使做了再多的苦行 做了再多的念诵 最终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 不能产生所欲果 所以说佛陀说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平时修习任何的善行 我们要使这些善行能够得到有利 能够产生出美好的结果 我们必须要专注我们的心 比较散乱 所以修习即使 对于修任何的法类 都是相当重要的 从一师起乃至执着 二种我向所有观察修的法类 最终最终都可以止住修 就好比说 以修习狭满来讲 当我们思维狭满的 这些三音 从音域体性之门 去思维狭满难得 以后 在我们内心当中 会生起一种决定 生起这样一个决定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决定的概念之上 去助心 能够使我们心安住 在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义礼当中 去做 奢摩他的修持 也就是说 虽然说 狭狭满本身呢 他大部分都是观察修的内涵 但是在每个观察修的最后呢 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 譬如说 在修习无常的时候 从三根本九音像 四位以后 最后都会得出一种决定 所以会有三种决定 得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心 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之上 然后去 去休息止住修 然后去观察我们内心的 成跟调的形象 所原尽是原着 这样的一个决定内涵 然后 实际上在修的时候呢 是以这个正念 政治的力量去做观察 那正念是安住在所原尽 政治就是以我们的 政治力 去观察出 我们的生与义 是否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生的状态如何 义的状态如何 义的状态如何 是否有成或调等等形象 然后在这个地方去住心 然后慢慢去练习 升起这个 生命他的内容 那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能够很专注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 那我们所修的法 才会变得真正有意义 如是成就无分别定 心于所原 不于善者 亦为令心于善所原 成就堪能如欲而住 好 这边讲到说 如是成就无分别定 我们透过这样的修习以后 成就了这个无分别定 也就是成就的极止 成就了什么他 心于所原 不于善者 那能够 将我们的心 安住在一个所原 尽上 不会善乱 抱歉 义为令心于善教授 这个义 我把它改为是 是为令心于善所原 成就堪能如欲而住 让我们的心不善乱 它其实就是 是为令心于善所原 是让我们的心 能够于善所原 尽上呢 承办 堪能如欲而住 就是让我们的心 随心所欲 想要安住于什么境界上 就能够让我们的心 安住于上 而不会散乱 这就是所谓的 这就是所谓的堪能 成就止 也就是成就我们的心 不善乱 成就我们心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堪能 如欲而住 此父 细心于一所原 即能安住 欲令起时 须于无边善所原 尽如欲而转 独通利沟 引诸流水 那这个 这边讲到说 我们承办了 这样的一个专注以后呢 父细心于一所原 即能安住 我们如果得到 这样的一个堪能 我们只要将我们的心 专注在一个所原 尽上 我们就能够 安住在这个上面 不会为尘 跟调 所动摇 欲令起时 虚无边善所原 这一段呢 我把它做了一些修改 把它改成说 细心亦当如通利沟 引诸流水 于无边善所原 如欲而转 这个比较符合 藏文原文的意思 当我们在细心 当所谓细心就是专注 我们收射我们的心 专注在一个所原 尽上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好比 应该把它训练成 好比像说 如通利沟 引诸流水 将我们 我们将水沟的这些 这些不净物 都清干净以后 这个水流就会非常通畅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 于无边善所原 如欲而转 就是我们只要 得到的一个 极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所原境 就如同那个流水一般 非常的顺畅 只要心安住在 任何一个所原境 我们都能够如欲而转 应该要练习到 这样的一个状态 故臣止后 更需 修集 原如所有性 原如所有 及 静所有 妙会 所以呢 承办了这个 极止以后呢 我们不应该只是 停在原本的 这个所原境上 我们应该 让它练习去 原在任何一个境 我们都能够 安住我们的心 都能够如欲而住 所以 更需修集 原如所有性 以及静所有性 所有的法类 所以 不只只是 原在这些法类之上 我们应该要去休息 能够去观察 如所有性的智慧 以及去观察 尽所有性 升起这些 观察慧 失心 戒心 忍入 精进 静性 及 厌离等 无边 众善 灭无边 失 所以 承办止以后 我们不仅仅要去做 对空性的法类 做观察 对所有法类 我们都应该观察 包含说 包含说 六度的内涵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还有 静性 还有对轮回 厌离 等等 总而言之 就是圆着所有的善法 无边善法 然后去灭除 在这个之上的 所有的过失 若为 安住 一所原尽者 是未了之 修止之意 不能增长广大善行 如果说呢 这个若为 他在广论原文 应该是 是讲 是叫做 若常识 为安住 一所原尽者 应该要加个常识 如果说 我们长时间 恒常的 只有安住在 一个所原尽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状态 虽然说 它是极止 但是并不了之 修止之意 你不知道 为何要修这个止 你只知道 要另行安住 但是其实我们修止 并不是只 为了得止而修止 我们是 为了要断除 无尽的过失 而来修止的 所以如果说 只安住在一个 所原尽上 就此满足的话呢 不能增长广大善行 那世家合著 这边做了一个小补充 说 顾己止为止诸修 圣观为观察修 这个之前 已经说过 如是若舍 如是若舍 行品 观品 庙观察会 维修三摩地 心仪尽兴 其力极小 所以说 如果说 我们舍弃了 行品 行品就是说 菩萨行的部分 我们舍弃了 菩萨行的部分 应该要去行持的部分 都舍弃它 也舍弃了观品 观品 观品之庙观察会 这边 把它加个知会比较好 就是观品的庙观察会 我们舍弃 舍弃了该行持的部分 也舍弃了该观察的 这样的一个庙观察会 维修三摩地 心仪尽兴 仅仅就只喜欢在 安住在这样一个 三摩地状态 将我们的心专注 一个所原尽上 心仪尽兴 其力极小 这样的利益呢 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幼于 无我义 若无官会 隐身 恒常猛利定解 缘如所有性 匹婆舍纳 为久休息 正舍摩他 仅能压福 现行烦恼 终不能断 烦恼种子 故非为修止 义定 应修官 那这个幼于 以藏文而言 它的表达应该是特语 特别 针对于 无我的内涵呢 若无官会 隐身 猛利 定解 得到这个指 以后呢 特别如果说 我们不去对于 无我的内涵 没有 用这样的观察会 去做观察 并且 隐身 猛利的一个定解 缘如所有性 匹婆舍纳 没有这样的一个 去观察 或说 缘在空性的 这样的一个圣观 为久休息 正舍摩他 只有停留在 长久的去休息 舍摩他的内涵 这样的状态呢 仅能压福 现行烦恼 终不能断烦恼种子 仅仅只有这样的 一个舍摩他力量 他只能压福 现行烦恼 使烦恼不会现前 然而呢 终不能断烦恼的种子 故非为修子 亦定因修观 所以不能只说 我们就修习 禅定就好 修习止就好 一定要在这个词上 再去修习 观的内容 如修赤中偏云 诸于且施 若为修子 唯能战俘烦恼现行 不能断杖 以为发生智慧光明 责定不能坏随眠故 所以修赤中偏 莲花戒论师 一样讲到了 这些于且行者 诸于且施呢 他如果只有 单修 即止的话 他唯能 战俘烦恼性 他只能 做到的就是 暂时调伏 烦恼的现行而已 不能断除 二障 以为发生智慧光明 他没有得到这种 正正的无我会的光明智慧 责定不能坏随眠故 所以说他肯定是没办法摧坏随眠 随眠的 那摧坏随眠 这个随眠所指的就是烦恼的种子 随眠跟烦恼种 它是同一词 解身秘精云 由禁律故 降伏烦恼 由波罗故 断除随眠 那解身秘精 同样讲到说 透过休息 即止 透过这个禁律 他能够降伏烦恼 他能够压伏烦恼 暂时压伏烦恼 由波罗故 断除随眠 他透过了波罗的智慧 正的空性的智慧 正的无我的智慧 才能够彻底的断除烦恼种 所以断除随眠 三摩帝王金云 虽善修正定 不能破我想 后为烦恼乱 如外道修定 若观法无我 观以善修习 是正涅槃义 非于能即灭 那这边也很清楚的说到了 释迦和著补充道说 虽善修正定 就是外道等 外道的诸师呢 他们虽然善修 这些禅定 等等的内涵 但是仅以此 不能破我想 那释迦和著补充 彼不能断我之故 烦恼现行 虽占不生 他不能破我想 为什么不能破我想呢 因为 他不能断除我之 虽然透过极止的力量 他能够使烦恼 现行 暂时不会产生 但是他 因为没有断除 烦恼种的缘故 后为烦恼乱 如外道修定 就好比像这些外道 他们即使得到了 有顶天的定 也就是三界之中 最高的这个定 事故得及之以 若观法 若观法无我 观以善修习 所以如果说我们指 单纯的修定 而不去修观 那这样的一个定 就好比像外道一样 他最终没办法断除烦恼 仍然要与生死轮回当中轮转 甚至堕落于伤乐区当中 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的基础 若观法无 在这个字上 我们能去观察无我的内涵 那观以后呢 能够去善加地修习它 这样的话是正涅槃因 是能够让我们彻底的断除 轮回根本 获得涅槃的原因 所以 释迦和柱补充说 若能承办 正无我意之圣观 即能获得解脱 如果说我们能够 现正无我 能够了之无我内涵 获得这样的一个圣观 我们就能够获得解脱 非于能即免 除此以外 你们也找不到一个 能够获得解脱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的进度 先上到这里好了 那这一段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它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 指跟观 二者 它必须要双修的 不能单修指 也不能单修观 单修指 它就 有如 这个 应该说指 它有如 障慢 而观 它有如 灯火 如果说有灯火 没有指 这个灯火是无法照明的 如果说光是有障慢 没有灯火 它依然处在黑暗 没办法照见 形色 所以 指跟观 这二者 它必须要观待而修 那 有了这样的一个指的基础 再去 修习 无我的内涵 我们就能够很清晰的 证得 无我的 无我的 法义 如果说仅仅只有这个指 并没有 正得无我的 会的话 那就有如像外道的 这个禅定一般 它 即使能够恒长 甚至说获得 三界之中 最高的这个定力 但是 它依然没办法断除 我指 它依然没办法断除 随眠 所以它 恒长要于 轮回当中 轮转 所以 有了指 一定要有观 才能够 得到 修指的 真正的内涵 我们修指 是为了断除 烦恼的根本 如果修了指 不知道要去观察 无我 那修 就不懂得 修指的内涵 如果仅仅只有观 没有指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观 它是不坚固的 它是 很容易为 散乱 所动摇的 所以 这两者 它必须要 相辅相成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一段 就是今天 大概要讲的内涵 以下呢 就是 让大家 提问 有问题的 可以直接 打开 麦克风讲 请教法师 刚刚法师 您提到说 多么一个法类 我们要有一个决定 要有一个 助心 然后在奢摩它 里面休息 去对政治正念 去观察 对神语义 去观察 那法师 你能不能 举个例子 那个 讲一下 那是不是在 打坐上进行 是否要打坐呢 这个 一开始 对于一个 初修业者来讲 其实 这个 毗如七支 是 很重要的 是否说 一定要 升旗任何的 禅定都一定要打坐 这是不一定 因为过去 尊者达埃喇嘛 有讲过 如果说 要升起这种 定一定要打坐 一定要双盘的 情况下 才能够升起的话 那 这个 以弥勒菩萨 他是以一个 这个 双腿是放在 放在地上的 这样的一个 形象 呈现的嘛 那这样的情况 就是表示说 他出定 他不在定当中 但是其实 这会跟经论 是相为的 所以 真正在心中 升起这个极止 他不一定要打坐 但是对于一个 初修业者 有这样的一个 处在一个 比如七日的状态 当中来去休息 禅定 是会有帮助的 因为 当我们的身体 能够做得越正直 那其实他的气 他也会变得顺畅 气顺畅呢 他就不容易产生 沉跟掉的过失 因为 我们 让我们心会 让我们心容易散乱 心没办法专注 他的一个 很大的障碍 就是 沉跟掉 所以 如果说 譬如说我们 处在一种 驼背 或者说 头垂得过低 等等的状况 都会使我们 使我们的所缘境 变得不明心 使我们进入一种 昏沉的状态 那如果说 我们头 抬得太高 或者说 挺得太直 其实容易紧绷 容易散乱 所以说 有一个 譬如七字的一种 坐姿 然后来做 这种专注的练习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现在讲到说 任何一个法类 譬如说 在休息霞满 或者说 休息无常 等等法类 那这个法类 观察 他都是一个 观察修的法类 那如何在这样的 观察修的法类当中 去做 止住修的练习呢 他其实 并不是说 你在观察修的当下去 做止住修 这是 没办法做到的 那怎么样做呢 就是 在你对于这个法类 去思维以后 你在内心 会生起一种定解 譬如说 你会觉得说 俠满 真的 我们俠满人生 它是超过 如一宝的 它是比 如一宝还更为珍贵 你内心会生起 这样的一个决定 觉得真的很难得 得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俠满人生 内心产生 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 在这个 这个点上 去做止住修 这个点 去止住修的时候 就不能再去做 其他观察了 我们要在内心 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定解状态 去止住 那止住的状态呢 就是我们这个 所缘境 它要明晰 明晰 就是正念的力量 让它明晰 细心于这个所缘境上 然后 在这个字上 我们要远离 成调 种种的过失 那 如何去察觉 我们有没有处于 成或调的状态呢 就必须要有 这样的一个正知力 那这个正知力 就是去观察 我们的生鱼 我们的三叶状态 那 当然 你可以从 生的角度来观察 你可以观察 你生的坐姿是如何 比如说 脚是如何放 你的手是如何放 然后你的腰是怎么样状态 头怎么放 尖怎么放 舌头 尺 是怎么放 那这个是 生的观察 那 雨的观察呢 当然就是说 这种情况打坐 就 雨就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雨就是观察 变得非常容易 那 雨的部分呢 就是你要去观察 你的心 第一个 你的心是处于 你的心 现在细心于 所缘境上呢 还是说 你的心此于处了 比如说 你就想到 家庭怎么样 小孩怎么样 然后学校怎么样 之类的 是不是 是不是有跑到 这个地方去了 还是说 你的心有 有办法专注在 这样的一个 单一的所缘境上 如果说 心跑到 其他地方去了 那就是散乱了 那如果说 我们心能够 专注在这样的一个 所缘境上的话 就是譬如说 我们内心产生 这样的一个决定 想把男生真的难得 然后这样的一个 决定之上 然后这个所缘境 很明晰 如果很明晰的话 那也还要观察说 这个明晰 它是不是有 有力的支持 是有力的明晰 还是说 它是 虽然说明晰 但是那个力量不见了 如果说力量不见 那它就是细分的层 如果说整个 所缘境不见 它就是粗分的层 如果说都已经睡着了 那就是叫做昏层 那我们这边讲的层 它是指有所缘境的 它所缘境是可以明晰的 但是它的所缘境 虽然明晰 但是不够力 没有力道 那就是细分的层 那这个细分层 一般人是最难察觉 也是最难断除的 所以说 这个部分是必须要 自己实际上去做观察 慢慢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很专注在一个 一个境界上 很专注的做一件事 但是实际上 我们是没有认真去观察我们心 当我们的心静下来 比如说你们有空 你们可以自己静下来 自己观察自己的心 心念 你不管是源自任何一个境也好 你观察你自己的呼吸也好 一般属息嘛 比如说你光是属息 属息你就是从一属到十 一呼一吸为一 然后这样子属到十 你能不能将你的心 完全专注在这样的一个 呼属息之上 还是心会跑到其他地方 其实认真去观察 你会发现 你的心突然就像野马一般 你完全无法驾驭 它会到处 到处攀缘 心圆溢嘛 所以这个是 等到我们实际上去实修它 去观修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了 特别是周遭的环境 非常的安静 然后你的心也很静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你心特别的散乱 这是这会发现 你平常无法发现的一些状态 然后你才会发现 你原来心是这么散乱 你才要慢慢把这些心 一直在拉回来 不断的拉 透过政治正念的力量 把这些散乱的心 一直拉回所缘境上 那这时候才会慢慢使我们心 能够专注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上 然后使这个境慢慢的越来越明晰 一开始 如果说以原佛像来讲 佛像一开始就是原着一个 粗粗的轮廓 然后慢慢慢慢把它 越来补充它 让它越来越明晰 这个就是一个 指助修的练习 那这个 这个详细的部分 我们往后学会越来越清楚 好 法师 刚才法师在341页有讲到这个 会议列还有定例列的部分 佛法师 可以说明一下 再说明一下义共相吗 好等一下 那个上一个还没问完呢 不好意思 我先讲一下 然后就法师有讲到那个资粮道 资粮道的那个中品 像金语一样的一个本质发行 这个还蛮 我觉得这样的理解就很快 那还有那个夹行道的部分 也就是夹行道呢 如果说今天 因为显现的一种是 就是我们说那个圣意的空性 就是破我值了 那出定之后呢 它才会有世俗的显现 这就厚得 我们知道厚得定位嘛 就显现世俗万法 是如幻如画 那这样菩萨它怎么样去行六度万恨呢 以上 谢谢 你是两个问题嘛 一个是 加行道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状态 不清楚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厚得位的时候 是如何去利益众生的嘛 是这两个问题嘛 是 是 谢谢 那 加行道就以菩萨而言 那它可以 加行道 从资粮道到加行道 它一个分界点是什么呢 资粮道的时候 它虽然说有 正德空性的极止 或者说 讲正德空性的 Sermal Time 但是它没有 正德空性的 直观双运 也就是没有 正德空性的 胜观 那从什么时候呢 它进入 加行道呢 就是当它获得了 正悟空性的 直观双运时 或者说正悟空性的 胜观时 它就是得到了 加行道 那进入加行道以后呢 它又有分品位 它有 暖顶忍 势敌法 暖位 顶位 忍位 势敌法 这三 这四个品位 那这个四个品位 它分别 各别有 它各个的所段 那这个各个所段 都是依赖着 正悟空性的 这个 直观双运 所以 随着它的品位 它的所段不同 随着它的 修力不同 它会有 这个品位的差别 当它 越往上修的时候呢 它正悟空性的 这个异功项 会越来越明晰 这个异功项呢 就好比像说 我们内心 陷起来一个影像 譬如说 我们现在 我跟大家 或者说 大家所熟悉的 比如说 大家如果都去过 凤山寺 那大家 看过 凤山寺大殿 或者大殿里面的佛像 我在描述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心里面 可以献起 这样的一个影像 这个影像 就好比像是 一共像 所谓的一共像 就类似像这个东西 那 如果是一个 我们正德的东西 我们献起它 那这个就叫 一共像 所以 菩萨呢 他们在 正悟空性的时候 他一样会献起 空性的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 叫做空性的一共像 那他这个空性 一共像 当他是 正德空性的 只关双运 所献起时 他如果是 夹行道当中的 这个暖胃时 他这个一共像 是没有这么 明晰的 那随着这个 他这个 震量越来越高 他进入了 顶位 然后进入了 忍位 进入了 四低反 他就过去 我们老师在讲的时候 就讲说 正悟空性就好比 就是 家行道他们在 正悟空性 家行道行者在 正悟空性就好比说 有四个不连 有四个不连 挡住一个宝物 那当他 从 忍 暖 暖胃进入 忍位时 暖胃进入 顶位时 他就好比 拉开了一个 布满 就是 那个 前面这个宝物 就好比像空性 他是 他是可以 应该说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空性的 这个形象的 只是说这个空性 因为他中间有 这种阻隔 所以会让他不明显 隐隐约约是看得到的 那当他 越来越清晰的 正悟空性时 他就好比像 拉开这些布满 他就进入了 顶位 他进入了 忍位 再进入了 四低反 他就一个布满 一个布满拉开 最后呢 就直接用 像眼睛一般 直接看到 这个宝物 就直接 看到空性一般 这就是他 现正空性的时候 所以 他这个 加行位的 四品 他就是随着 他正悟空性的 明晰度 来做一个分拌 还有他的所段 不同 来做一个 他的品位的差别 这样可以吗 那再来 就是 菩萨们 他如果 菩萨圣者 他们是如何去行持 六度万恨 他如何去利益众生 他在根本定状态当中 他是不能实际上去帮助 就是说 这个地方又要做一些区分了 就是你说 菩萨在根本定当中 是不是利他 其实他都是利他的 因为他的利他 他是从他的发心而言 他的发心是为了利他 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利他 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其实在根本定当中 他所陷起的全部都是空性的景象 他只有圣意 只陷起圣意地 不会有任何世俗的显现 然后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依然是利他 那实际上去操作 比如说去布施给别人食物等等 这样的行为 他在后德位的时候 后德位就是他从这样的根本定状态当中 出来以后 他就叫做后德位了 这个后德位他就会陷起 他就可以看到世俗万事万法 那这个情况下 他一样会看到友情 他的友情他一样可以去做布施 但是他看到的友情 跟我们看到友情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友情 我们会有一个 这种有地实的一种 执着所设持的 而菩萨看到这个友情 他不会有这种地实值 他会觉得说 这个友情是如幻如画 虽然如幻如画 就是他是名言而有 而不是地实而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存在的 友情是存在的 但是不是地实存在 所以他一样可以 在这个之上去利益友情 他不会相矛盾的 就是世俗有跟圣义无 这两者是不相矛盾的 并不是说圣义当中是无的 世俗当中就是要无 不用这样的 他可以叫做世俗有 圣义是无的 所以世俗既然有 他就是有 只是说他是没有地实而有 所以他只要是有 他就能够对他行利益 就是能够利益他 这样子可以吗 好 谢谢法师 也就是说 在嘉行卫的这个四品呢 他是有一个次第上去的 那么一共像布明西 就是就像那个四个布曼一样 那宝物一样 要把它就一个一个一个进去 这样的一个次第 然后再来就是 行菩萨这样子的六度万 很适到了 应该就是嘉行卫已经见到了 然后他是一个地实的一个部分 是名言而有的 不是那种执着性的 是吗 是的 好好 谢谢 谢谢法师感恩 法师我想问一下 请说 这个楼是叫瞬间正德的 对吗 嗯 抱歉 听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楼是在瞬间正德 然后产生清安相的 对吗 抱歉 听得不是很清楚 可不可以在 麦克风可不可以拿近一点 我说是那个正德清安 是不是叫瞬间正德的 哦 获得清安是不是 获得清安不是瞬间获得的 获得清安 我们后面会介绍清安 他获得的一个次第 他会先获得 新的清安 产生生的清安 他有一个次第的 后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师父在那个广门里面 讲到说 就是有生主是菩萨 正德三合大帝 无寸土的那个境界 这图可以解释一下 三合大帝无寸土 这个状况应该有很多种吧 比如说有一种 有一种三摩地 就是 它是对质盘形的 叫做不静观 那这种不静观呢 它会观想 三合大帝呢 全部为大水所覆盖 或者说观想一切三合大帝 都是白骨 这种白骨观 那这种是一种 三摩地 就是它是对质 弹心而用的三摩地 它是用观想的方式 然后观想一切三合大帝 都变成白骨 那这种三摩地是有的 那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 因为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呢 它如果是限制空性的话 那它当然见不到一切三合大帝 它如果是得到这种 限制空性的根本定的话 它是见不到任何世俗万法 所以它当然也见不到三合大帝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一种 这是有一个 如果是有一个境界是说 更等三合大帝 你蹭土 然后感觉是 就是外面又寥寥的风明 但是内心又觉得 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那是不是一种性的状态呢 然后感觉是 在心中生起的是 没有生没有死的一个状态 这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 那没事 我问一下 好 谢谢 老师 这边我请问一下 老师有听到吗 有有 就是341页导述第三行这边 就是说那个生文 它的定力强固会略略顾 那对比菩萨来讲的 这个定力略顾 那这个菩萨的定力略顾 它是跟 如来来这边来做一个比较 不是跟生文这边做比较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那那个 就是说菩萨虽见而不明显 法师这边讲很多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收射一下这样子 它的见是怎么的见 就是没办法 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部分 那我简单讲一下 菩萨虽见而不明显 它意思其实是讲说 菩萨它虽然能够以 各种异品正理之门 对于空性做抉择 它这个见就是 能够以异品的正理 各式各样的正理 对于空性做抉择 这个叫做见 那虽然这样见 它能够现见空性 但是呢 而不明显 就是说 它没办法 于根本定当中呢 去显现万事万法 显现一切诸法 就是说 它没办法于 正物空性的根本定当中 去正物世俗法 所以这叫做不明显 而佛 只有佛陀能够 于根本定当中 同时于根本定当中 又能够正物诸法 所以这个是叫做能够显现 这样可以吗 谢谢法师 谢谢 法师 我可以请问一下 刚刚讲到的根本定 跟那个 就是那个 后 后德制 这个部分 它是应该是有势力的 是不是到了后 后德制的时候 它是就无分别了吗 这个 请法师 说明 谢谢 所谓无分别 无分别就是 能够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 不要去做观察 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 圣默他这边常常讲到 无分别定 这无分别定就是说 能够住于一个所缘境上 不做其他观察 不为程调所动的状态 成为无分别 所以是否一定要得到 后德制才能够无分别 其实不用的 因为要得到无分别 只要得到极止 就会有无分别了 所以 这个无分别 是在 还没有获得根本定的时候 就能够获得的 根本定 它必须要获得 见到位 就是要是菩萨圣者 必须要是圣者以后 才能够 有这个根本定 跟获得位 那 这个无分别 不需要变成圣者以后 才能够 获得这个无分别 它只要获得极止 它就会有无分别 因为在现正空性的时候 就是在根本定的时候 就已经现正了一个空性 也就是说 它也要有无分别的 这样子的一个根本定 才能够去正空性 所以在这个根本质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无分别 是吧 对 一定有的 只要有极止 就会有无分别 那根本定 它是直观双运的 直观双运 要在极止之后才能够 极止之后升起圣观 才会得到直观双运 那在次例上 就是一定要先获得 根本质了以后 才能够再去 后面的这个后得质吗 对 就是后得位就是在 根本定以后 所产生的叫做后得吗 后得就是在根本定之后 得到的叫做后得 有必定的次例在 对 必定的次例 也就是说在正空性的以后 有根本定的 然后虽然是 它是没有办法去看到 一些世俗的一些显现 那但是如果到了后得字的时候 它就能够看到一些 这些世俗的 甚至知道是胜意的吗 胜意当然也看得到 但是它的 它这个看到胜意 跟在根本定当中 看到的胜意是不一样的 好 了解 谢谢老师 法师想请教一下 不好意思在337页 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的习气 就是初中是 初中的部分是要用关断 但是在后头的地方 其实都是解身秘 解身秘经提到了 它又是断所谓的随眠 那因为上次法师有提到过说 在初中上其实不是烦恼 但是随眠是烦恼 所以这个的官所断 是断二者吗 对 没错 官是可以断随眠 跟烦恼的习气 好 那再请教是说 常常我们在谈说 断跟坏 这两个的定义是一样的吗 因为在343页 常常有时候会提到是断 有时候是会讲到是坏 比如说它不能坏 这个在藏文的表达是一样的 所以说断跟坏是一样的 好 所以说这边的官 总结一下是 可以断所谓烦恼的本身 也可以断它的习气 就是所谓它出动的部分 是的 感恩法师 谢谢 请问法师 在342页倒数第二行 入行念这一段 说虽经常识修念诵 苦行等新散乱所作 我说无异力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散乱当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都不要公众经典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谢谢法师 我们现在诵经也好 念诵咒也好 做各种苦行 我们如果说很常都处在一种散乱的状态 不去对峙它的话 即使我们经了长时间的去这么苦行 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并不是说没有意义 就是佛说无异力是说 其实它相对认真来讲 它是没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它的利益存在 但是这个利益如果说我们要达到最好的效果 一定要专注 所以我们不能放异 放纵我们这种散乱状态 一直让它维持下去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申请极致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对峙散乱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散乱是我们可以对峙的 我们如何对峙 我们必须要用政治的力量去对峙 通过正念力量去安住于所缘境 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试着要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 那当它心持余处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它拉回来 这样不断去练习 久了以后 慢慢我们的心就能够安住下来 所以说现在怎么做 就是要去练习 不要散乱 练习专注 这样就可以了 请问法师 法师我想问一下 342页的第六行修士出边 有一个故人安住非等隐形 这边有个注解 那我想问法师 就是黄色的注解是法师自己引导的吗 就是刚刚没有看得很清楚 那蓝色是释迦和珠 这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法师 法师刚刚有讲那个 根本定个后德制 最后有讲到如果要正得佛位 必须要彻底的断所之障 那我上次好像听那个穿越生死法师 有说 如果要断所之障 最后一定要修秘法 才能够断所有的所之障 那可是我们广论 师傅有提到说 不管是大圣还是 就是显教还是密圣 最后都可以成佛 那这不知道这个 要成佛一定要修秘法 跟师傅所说的 不管是大圣 还是密圣 最后都可以成佛 只是速度不一样 这两个是不是有相伪的地方 谢谢法师 问题问得很好 第一个这个黄色的注解 黄色注解是 我针对于法准法师的翻译 我觉得没有这么贴紧 藏文的原文 那我做了补充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翻 会比较符合藏文原文的意理 所以我把它画成黄色的这个注解 那旁边这种注解 这是我呢 对于法准法师 这个词的翻译呢 它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法准法师 虽然是用这个词 但是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把它做了这种 这样的黄色的注解 那蓝色就是师傅合著 有做的补充 那再来讲到这个密法说 一定成佛必须要依赖这个密法 才能够成佛 显教来讲呢 它不需要透过修习密法 就能够成佛 这个要怎么去解释它呢 其实就以前教的角度来讲 它不修习密法是可以成佛的 但是就以密教的角度来讲呢 它显教所谓的成佛 并不是真正的成佛 它并没有彻底的断除这个所知障 所以就以密序的角度来看显教的话呢 显教认知的佛并没有真实的成佛 那这个就以 就我们以辩论的角度来讲 是很难去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同样的以显教来讲 四部中义 显教有四部中义 有一切有部 有经部 有为事 有中观 以上上部的角度来看下部 同样的 譬如说以为事来讲 就是为事以上 为事中观都是大乘的部派 而一切有部跟经部 都是小乘的部派 那小乘的部派也有讲成佛 大乘部派一样有讲成佛 在大乘部派讲的成佛 也有分为事所认知的佛 跟这个中观所认知的佛 而为事呢 他不承许诸法是无自信的 所以他不会承许说有证得诸法无自信的这种 这种想 这种智慧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证得无我 证得诸法无自信的话呢 就以应成的角度来看 这是不可能断除我之的 如果说没办法断除我之 就不可能成佛 所以以应成的角度来看下部中意 下部中所认知的佛 就以应成的角度来看 他是并没有成佛的 并没有并不是真正的佛 所以如果说用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 下部中所认知的佛 跟上部中所认知的佛 是不一样的 上部中 上部中来看下部中 他们所谓的佛 并不是真正的佛 因为他没有断除恶障 因为他没有证得无我 因为他不承许证得无我的智慧 那同样的 以密序的角度来看显教 显教所认知的佛 跟密序所认知的佛 也不一样 因为以密序的角度 他并没有断除最细微最细微的所知障 所以 他没有断除最细微的所知障 不可能成佛 所以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 这个就是大家要回去思考 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事不中意不同的认知 那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他 这个在辩论场上 目前没有找到一个清楚的答案 这样可以吗 谢谢法师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 老师有提到讲说 这个骗记我值 那我们正空性的时候 首先断了就是断这个骗记我值 那我要问的是说 这个骗记我值呢 如果是说我们用广论的 什么武吨史 武力史 它是属于这个武力史吗 因为它是讲说是透游经论呢 学习啊 就可以能够断掉我们的这种 这种烦恼 那如果是说是属于武力史的话 那 那个武吨史 难道它没有断吗 有包含在这个骗记我值吗 谢谢法师 对不起 我听不清楚什么叫武力史 不是 我问的就是说 我们要断了这个骗记我值 这个我值它是属于烦恼之类的 烦恼之类的是武吨史还是武力史 你这样子能分别吗 这个骗记我值它都是烦恼账 它都是烦恼账 它不是所知账 在以应成派的角度来看 要断所知账 它一定要等到八地以后 才能够开始断所知账 在八地以前 它所断都是烦恼账 那 当然不同部派有不同的讲法 就譬如说以 中关的秩序派而言 它会认为说 这个烦恼账跟所知账 它是同时断的 就是 对同时断 就是譬如说出地 它所要断除的 账呢 它有分烦恼账跟所知账两种 它是每一地每一地 各有它所要断除的恶账 那以应成派来看 它不会这么认为 它认为说 所知账 它一定是在八地以后 就是断完了烦恼账以后 才能够开始断除所知账 所以认识不同 那总而言之 我们是以应成派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 建道为它所断的骗迹我知 它是 烦恼账的部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讲那个 罗汉 罗汉如果是说 它要彻底的断除 它的我知的话来讲 必须也是 要到七地 这样子讲的话来讲 罗汉不是 这不一样的 菩萨跟罗汉 他们是 不同的众生 不同的 它所断也是不同的 就是 它所依的道不同 它所断也不同 以罗汉来讲 它不会断除所 不会断除所知账 它只会断除烦恼账 那它断除骗迹的我知 它一样会断除 一样会断除我知 就以应诚派来讲 就是 我知 我知它是烦恼账 那 这个我知 骗迹我知 它是在 见到位的时候可以断 就以 以声文跟读觉来讲 它要断除 骗迹我知 它一样是 见到的时候可以断 然后等到 进入修道的时候 它会断除 这个巨生的我知 那这样依序 当它把这个 所有的烦恼账都断除 它就获得阿罗汉果了 但是它并没有断除 它也没有所谓 断除所知账而已 可言 因为罗汉来讲 罗汉小乘呢 小乘他们有四果 四果都是圣者 那 四果 不管从预留果开始 一直到阿罗汉果之间 它所断的都是烦恼账 那 当它断除了骗迹我知 它就会获得出果 获得预留果 所以它是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它跟菩萨不一样 它没有实力的差别 它只有四果的差别 意思是说 下部忠义 跟三不忠义 他们所断的我知 是不一样的 也不能说不一样 大乘呢 以大乘来讲 他们是依着实地 来断除我知 而小乘呢 他们也一样是断除我知 但是它是用 四果的方式 来呈现断除我知的状态 对 但是这个我知 它一样有分九品 九品的我知 就是初中系 又各分初中系 就是加起来 三三得九 又变有九品的我知 那菩萨他要断的我知 也是这九品 那声文要断除的我知 也是这九种 这只是说 他们休息的时间不同 因为菩萨还要行立他行 所以他必须要花 很长的时间 去断除这个我知 而罗汉他只是为了 一级的解脱 所以他可以 最快在两身内 两三身内 就可以获得 罗汉我很快 就可以将我知断除 所以这个是 时间是不同的 他的所缘形象 也是不同的 宽广度是不同的 这个比较细部 这个如果大家要细学 将来一定要学习 相关的内容 事不中意的内容 会比较清楚 好 这样可以吧 那老师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讲到说 什么味道滴定 在味道滴定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 也能够去 正空性 可以啊 就以菩萨来讲 他可以依着味道 这是佛法不供的地方 佛陀曾经讲过 佛法他很不供于外道的 这种禅定 他是只要依着 他不用真正升起禅定 他只要得到 一个味道地定 他就能够 断除 山友的根本 所以他依着这个味道地定 作为一个新的所依 就断除山友根本 这个是很不供于外道 因为外道他即使获得的 山友当中最高的 游顶天的定 他依然是没办法断除烦恼种 所以 要断除烦恼种 跟他的定的申请 或者说定的这个 这个 呃 这边回答一个人的小问题 他说不能安住非等隐心 不能安住非等隐心 这个要怎么消闻呢 那这个其实 这段文的翻译 他应该要把它翻成说 无住故 以无等住心 以无等住心 不能如实 了之真实 就是我们的心 如果说很煽动 他像水一般 没办法 以此作为所依的话呢 那这种情况下 他没办法升起等住心 也就是没办法升起禅定 或者说升起吉止 没办法升起吉止的话 就不能如实 了之真实的意 那这段应该要这样解释 所以说不能安住非等隐心 这个字式化的翻译 不是很恰当 所以我把它做了吉他 做了比较符合原文的翻译 所以要叫 改成无住故 无住 无住于止故 所以呢 没办法以无等住心 没办法以这种禅定之心 或者说吉止之心 去了之真实意 好 那今天的课 就先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那我们先回向 生生由盛宗科巴 为座大乘之势力 愿于佛战上文道 虽刹那请不战舍 我知师长 宗科巴 过居多帅 认处何处 圣进土 我等愿生 眷属守 出入广大 求多文 现经教 接教授 后进日夜 骗军修 卫红 圣教 骗回向 至尊师长 受监雇 洁净事业 骗十方 尚会教法 刘明毅 庞托三界 众生案 谢谢大家 谢谢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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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父子同学 谢谢父子同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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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法师